好,我们因为建了个群嘛 其实已经建了比较长时间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推广 特别推广 因为今天我买了一些资料 做作会计师考试的资料 资料也到了 所以也算正式的吧 正式的开始 我们2024年做作会计师考试的一个复习备考 就是我要强调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我并没有考过 这个做作会计师考试 其实我也是一个 在做作会计师的行业 在财务行业 我算是小白 小白是小白 因为也没从事过这个会计的工作 为什么要去挑战一把这个 做作会计师考试呢 因为我们工作 在我的目前的工作中 也会用到一些财务的知识 我也有兴趣 想要去了解 去学习一些财务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本身我也是在做这个考试方面的培训 但是我是在做这个注册审员考试方面的培训 并且我用的方法是 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高效的方法 所以这次考这个注册会计师考试吧 我也是希望说来去实践 来去检验一下 我在这个注册审员考试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能够同样是吧 应用到我们注册会计师的考试上面 当然是求是讲 据说这个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难度啊 是比较高的是吧 是要高于那个注册审员考试 但是我认为说这个 既然都是考试啊 它又一定有这个相通的规律 相通的规律啊 所以那个 我也想尝试一把 不管结果如何吧 起码我们要 要有个目标 要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 那具体说这个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是吧 然后是这样 我建了一个付费啊 首先我要明确啊 一个付费的复习的一个备考试 因为在我们最初做这个 做这个審判的考试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个 一个流程吧 或者一个送局啊 首先我们会建一个 付费的复习备考试啊 在这个付费的这个复习备考试里边 可以做什么呢 就大家可以交流是吧 可以交流一些这个 遇到的真题啊 题目是吧 这样大家可以用一个 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球里边 把自己最近一个阶段 学到的东西是吧 把它去进行一下输出 所以我们这个球啊 就是当然我我也会 当然因为我没有考过啊 所以我可能更多的 不是在这个球里去输出 更多的我是通过这样的视频 来输出我对这个考试的理解 输出我学习这个进度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球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 就是一个 一是打卡 但是不是那种简单的 就是打卡打卡打卡 是吧 我认为这样没有 过大的价值 那样的话也会 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 说实话 其实反而没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球里的打卡 是你要去输出 今天学了什么东西 是吧 那你把它去说一下 这样别人啊 可以用到这个 碎片化的时间 去了解 是吧 输出你对这个 知识点的一个理解 这是我们一个 打卡的模式 这么来打卡 是吧 你也可以把你做的一道题 是吧 放在穷里头 让别人也做一做 是吧 并且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去探讨 包括我们做这个 注册审栏考试的 一个备考证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效果 也都非常好的 是吧 因为通过付费的话 你才能具体一帮这种 真正想要去学习的人 这样的道理 大概就这个情况吧 如果说你也是正在 备考这个 2024年的注册会计师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好吧 谢谢大家